大家好 可能很多话友都认为自己养护的兰花 这个花剑长得越多越好 其实不一定 因为兰花呢 它的养分也是有限的 如果说这个兰花的苗数太少 开花多 就会让这个兰花的养分跟不上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控制这个兰花 长出来的花剑数量 最好是两苗三苗加一杆花就适合了 如果说才两苗兰花 长出两个花剑 或者是三个花剑的话 那么这个花虽然说它长得出来 但是它的品质也会非常的差 开出来的话也会比较小 这个花剑也会比较短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给它修剪两苗兰花 保留一个花杆就可以了 像我这一棵这么大的一重兰花 那么它里面只长五根花剑 也是属于正常的 如果说长多了 反而会影响它的开花质量 所以大家的兰花开花之后 不要贪多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兰花的描述来确定 该留多少杆花 如果说刚刚长出来的花芽 比较小比较瘦的话 可以适当的给它补充一点 零色的青甲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兑水 给它浇灌这个土壤 或者是给它喷湿这个叶面 但是切记不要把肥水喷到花芽里面 那么这就是养护兰花的一点小知识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